在这个夏天,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毫无疑问,就是莱奥纳德和马茨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闹剧了,虽然最终将伦纳德勒送到了多伦多,让这出闹剧看起来结束了,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,这出闹剧之所以成为了NBA历史, 上,最令人不见的球员与球队之间的纠纷事件,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当事人伦纳德时从始至终,从未公开说过哪怕一句话,不仅如此,即使在整个交易完成之后,多个消息频频揭露出伦纳德在马茨期间所受到了的不公的待遇,伦纳德也从未进口,吐露出哪怕一点消息,也正是因为这样,所以不仅是球迷,甚至是媒体, 都希望听到伦纳德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表态,毕竟在这件事情过后,很多媒体表示,伦纳德和马茨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,然而事情的发展去出乎意料,伦纳德今日终于亲自表态,他亲手给马茨写了一封信, 在信中伦纳德不仅感谢了波波维奇,甚至还感谢了所有的队友,也包括当初媒体渗染成伦纳德里的最大主因的帕克,而伦纳德这次的表态,也足以证明他和马茨之间,并没有走到那种水火不容的地步,这种情况也让人十分意外, 不过伦纳德这次的亲笔信,也让所有人见证了他的大度,或许就能够为他赢回一些今年夏天所失去的荣誉。